大家把金牌挂在勇哥脖子上 是大家是如何考虑 我也不知道 刚刚说大家挂在身上 但是我也觉得应该要挂在勇哥身上 因为勇哥一直在备战过程中 我觉得他是我的学习榜样 每次我不行我在想 勇哥那么严重在坚持你 这算什么呀 然后我觉得勇哥一直都是我的学习 教练昨天我最后一天训练 我说我真顶不住教练说 你现在最大的内心最大对手 心魔就是你自己 没有别人 你要站出来 跟自己讲你可以的 所以我就是跟 听教练的教练帮我安排我想 教练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人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有人在指引你说 你只能选择相信 不能逃避 所以我知道自己的实力没有问题 我今天唯一战胜就是 我自己的心魔 但是我现在战胜了